此节目由EGO Brand 英彪风有惊独家赞助播出 英彪风有惊是您家庭必备的优质良品 2022年11月的最后一天 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是个灰暗的日子 当日晚间一封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中央国务院等五大政府机构等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传遍中华大地 带来了一个举国悲伤的消息 曾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 因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共同衰竭 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96岁 在这则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中写道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 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公告中还简短的回顾了江泽民同志的一生 1926年江泽民出生于中华民国政府管制下的江苏扬州 13岁时 他的叔父中共地下党员江尚清遭逢意外去世 西夏无子 江泽民的父亲将他过继给江尚清一双五月清 五独有偶 1946年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交战之际 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 电机工程系的江泽民 也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此 青少年时期的江泽民勤奋学习 追求真理 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革命思想的启蒙 在大学学习期间 经过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洗礼 江泽民同志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完成了人生道路的选择 最终确立了为民族解放 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人生理想和信仰 1947年 从上海江泽民大学毕业后 江泽民同志到工厂工作 在工人群众中 并在青年会夜校职业青年中 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 开展护厂活动 迎接上海的解放 江泽民的工作阅历也是极其丰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先后担任上海一名食品仪厂 第一副厂长 上海制造厂第一副厂长 第一机械工业部 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 1954年 国家在长春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 需要大批专业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 江泽民便于1955年 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 1956年回国后 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动力处副处长 副总动力师 动力分厂厂长 1962年 江泽民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 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 1966年 江泽民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 代理党委书记 后任党委书记 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设计工作 文革开始后 江泽民不幸受到冲击 直到1970年 江泽民才被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 1971年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 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 1973年 回国先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 局长 1980年 江泽民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兼秘书长 党组成员 主管实施广东 福建两省 实行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和事办经济特区等 开创型工作 1982年 江泽民同志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党组副书记 1983年任部长 党组书记 为我国电子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9月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当选为中央委员 时间来到1985年 江泽民才正式步入政坛 任上海市市长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1987年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3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1989年 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上 江泽民同志当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同年 党的13届五中全会 决定江泽民同志为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0年 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至此 江泽民成为了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江泽民任期内 中国可以说是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同时也迎来了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 在工作中 江泽民绝对称得上是 技术骨干 专家学者 在政坛上 江泽民也尽心尽力 颇具魅力 不过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在这里我们也只能对其缅怀 希望江老一路走好 新加坡制造 采用纯天然安树油精华 英彪薰衣草风油精 提供心灵镇静 英彪薄荷丁香风油精 舒缓身心压力 英彪风油精 是您家庭必备的优质良品 福物 准赨 今 强